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的Home Tour 特别名借Sharp直立式无线吸塵机 在它的帮助之下才可以干干净净的 呈现给大家看家里最好的面貌 这部是新推出的型号 有三段吸力,五大吸嘴,一部顶三部 它可以同时做到吸塵机,层门机和车用吸塵机 那就可以省下不用买这么多部 平时我会拿强效绕毛Cupper去吸烂地板 它有高达26,000Pa 巨峰气旋吸力 比起一般家居吸塵机的10,000Pa 高一倍以上 可以一部到位以高达每分钟12万转 快速吸走地上的灰尘、头发等等 还顺便可以抹地 然后想清洁地毯的时候就换这个地毯旋转拆头 换头是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的 首先把强效绕毛Cupper拿开 然后再把地毯旋转拆头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平时有些吸塵机,要是拙着地毯很难吸 要是吸也吸不到 这个就可以轻松地把地毯里的小微的脏东西都吸出 近镜在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不会卡住的 超纯强 换不同的头也很简单 按键拿出来再换回想要的头就可以了 而这个就是用来随陈满的床育Cupper 它配合超强吸力 比一般陈满机的8000-10000Pa高高 非常适合对陈满敏感 再加长期鼻敏感的我 特意在吸床之前清空了陈隔 打算看看它吸床的效果是怎样 谁知五分钟左右我都未完全吸光 你看到这个结果是非常之惊艳的 它是吸了很多出来的 还有这两个 三个Cupper和二合一吸咀 可以仔细清洁家里不同的角落 完美解决家居打素的烦恼 我最喜欢看一些细节位的 例如它非常配合人体工学 这里的开关是厉害的 然后它吸尘头前面是有灯的 当放进去一些洞洞的位置 看得很清楚哪里的污脏需要吸尘的 还有它的机身位置高 加上爬头体积势 贴着地板可以轻松摄入桌底 床下底的地方 还有它的三段吸力也很flexible 有时晚上开完party 所以我会教到最小的吸力 吸到之余又比较静 你看到Cupper 是对于吸尘机在旁边 那么近走来走去 完全没有反应 就知道它是多小声 还可以吸足48分钟那么久 而最高吸力就是 刚想极速打素的朋友 10分钟吸尘再加码地一踢过 我觉得唯一要留意的点 就是它不可以自己站立 也是近年比较流行的款 不过有长期附送的挂架 或者是这个座地架 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可以放入吸口 一目了然 你要换的时候很轻松 不需要找个柜桶 放在它们 然后要用的时候又要找 又要搜 可以随时随地换 我觉得在收纳方面 完全不成问题 一个假 就搞定所有吸尘机和配件 而清洁方面也很简单 将HEPA过滤网和气旋槌拿出来 弄走层 再用水清洗 然后浪干就搞定了 不需要用集塵袋 既方便又环保 重点它的价钱 做优惠的时候 我看到是大约2000头 就可以all in one 可以省很多位置之余 它的CP值 它的性价比是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infobox 我会打回产品资料 介绍完今天的功臣 就可以开始我们的home tour 欢迎光临 快点进来 这里就是我们住了差不多一年的家 现在终于七七八八 可以带大家走个圈 参观一下 入门口的右手边 可以说是玄关的位置 我们放了锁匙 回到家要用的东西 帮chopper 抹手手的濕纸巾 然后后面这里 就会是我们的酒鬼 corner 一些不需要冰的酒 都会放在这里 下面的柜桶 都是一些出街要用的东西 然后是湿纸巾 那些 再旁边这个柜桶 就很有趣 我们放了一些是动线的东西 例如是Bruno 或者是一些烤盘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饭厅 这里是烧烤 或者是火鍋 都会用到这些工具 所以就放在厅 再来这里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就是一个喝东西的区域 会有我的酒杯collection 是的 我的sake杯全部都放在这里 之后会有一些capsule 因为上面这里 是会有我的T shirt tool 那个茶几 它可以用咖啡的capsule 来到玄关的对面 就是我们的雜物房 大家首先进来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帽架 我们平时出街戴的帽子 都会掛在这里 另外最常用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吸塵机 真的最常用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真的放在雜物房最外面 现在是在充电的状态 桌子放在我们的雜物 桌子是我们旧屋拿过来的 之后里面有很多的櫃 每一个櫃都有它的功用 是的 我们收拾得很辛苦 才终于有这个样子给大家看 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 是很乱 完全走不了 是谁收拾的? 你吧 你有没有帮忙? 没有 因为那些东西是你的 都对的 然后就去到我们客厅的部分 大家不会陌生 因为我们整天拍片都在这个位置 那会是一张四人桌 如果有朋友来 我们是会在雜物房拿另一张桌子 博强它 可以试过最高峰是13个人 都可以一起吃饭 去到我们再旁边 就会看到有个架 是用来分开客厅、饭厅的位置 还有可以放一些懒是漂亮的东西 然后下面就是chopper最喜欢的区域 因为全部都是它的零食 然后就去到我们客厅的位置 就有我们的沙发和我们的电视柜 这两个都是在旧屋搬过来的 这个沙发平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为了拍room tour才是这样的 就是我示范给大家看 它平时的样子就是这样 可以拉出来 它是一张沙发床 那个椅子可以再放下 有朋友来就可以在这里睡觉 接着chopper最喜欢呢 就是这样了 其实那个宅客陪了我们四年了 他今年在这间屋才发现他的好 然后就整天都在睡觉 已经窄到扁了 对 在饭厅旁边就是客厅了 但其实我也是在这里洗澡的 和chopper也是 这里的空间大约三四个人左右 这个箱又是已经陪了我们四年了 上面放了很多不同的洗面、洗头用品 我的朋友过来住的话都会比较方便的 然后有一个有趣之作呢 就是毛巾架 固定了它不会掉下来的 油圆水就可以浪上一些泳衣 然后下面这个扎柜 应该有朋友都认得了 第一间屋已经出现了 还有很重要的浴室堡 这个是可以拿起的 可以拿去不同的地方用 然后很多朋友 不好意思有点乱了 就是说我这里 放一些清洁用品 卸妆用品的架 是同一个位置沥沥陷 总之就是一个收纳不同清洁用品的空间 我们的厨房呢 首先我们是用一块链隔着的 我们算是Burnoven Kitchen 对吧 这个是风水 没错 对了 他是不知道的 接着之后呢 我们的厨房就是一个U型的厨房 你会看到右手边 就是我们的红酒柜 没错 是我坚持要的 这位先生 阻止不了的了 最近的得意之作 全部都得意之作 这个不是设定来的 这个是我们拍片之前 刚刚洗好的一些酒杯 我们昨天有朋友过来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料理区 这个是我新买的厨房 你快点示范一下 好 它是磁石来的 然后下面这里 是我的醬料区 这里是另外的一些水杯 因为外面刚才是放酒杯的 下面呢 就会是全部的碗碟碟碟 没错 这位先生是骂了我很久 没错 我们只有两个人住 各位 大家可以数一下碗碟碟碟 我们常常开派对的 下面呢 就是一些杂物来的 衣服来的 好乱 升盘下面呢 就会是我用来放厨具 我的沙波拉餐 和下面都有少少的食物 来到这一边的空间 非常多的筷子匙 都不像是两个人住的 这边 一秒再衣服了 真的好乱 没有收拾 下一个地方 一定是我介绍的了 因为呢 我觉得是每个女生 梦寐以求的空间 来的 就是我的化妆房 其实呢 是兼一个studio 我平时都比较多在拍片的 你会看到不同的 skin care 如果大家想看collection的话呢 我可能会令我再拍一集 实在太多了 这边是我的热带雨林区 非常之喜欢我不同的植物 记不记得这张桌子 就是在我上一间屋的时候 拍片的一个background 现在搬过来呢 我也觉得是拍照挺漂亮的 但可能拍片就比较少在这边了 然后这个柜桶呢 应该如果有 存开化妆品的朋友都会买的了 IKEA的这个多层柜呢 是可以放到无限量 那么多的化妆品 上面这里有一个是 极多人物 是Sara Home的首饰柜 对啊 后面会有一些香水啊 蠟燭啊这样的 最后门口这个柜呢 没有变的 都是我的水晶 corner 然后柜桶呢 是这里放了之前 存下的一些口罩 然后就没有了 下面是还没放东西的 黏着化妆房就是我们的睡房了 好 就等我来介绍吧 首先房的中间呢 就是我们的床 那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床头柜 那柜桶就不开了 没错 是我们这些小秘密 哈哈哈哈 你有些什么在里面 是 又是纸巾 好 那接着呢 旁边就会有chopper的床 大家平时看片都知道的了 他床的尺寸 是可以放六个chopper的 这个衣柜 我们主要都是用来挂我们的衣裤 这样的 所以你会见到很少东西 我们穿来穿去都是那些衣服的了 然后呢 就是这边 哇 这个桂桶啊 超乱 你够不够胆打开 哈哈 里面都有摺的 就是我们的五指柜 嗯 哇 你真的有摺 是啊 我们转过来 又是我了 没错 欢迎参观到私人小天地 哈哈哈哈 对了 这个厕所呢 是会比较窄少少的 一个套刺来的 有很多头发的用品 因为我的封筒呢 就是放了在这里 然后有镜柜的这个厕所 都是我的东西 没错 全部都是我的皮肌 还有牙膏 我的浸脚筒呢 都会放在金山这里 然后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露台 是啊 这位先生有一次说很想要一部健身单车 我就买了给他 但是过去的三个礼拜呢 我都没见过他用的 那对面那里呢就是我们的洗衣空间了 洗衣浪衫的地方啦 我们的洗衣机啦 我们的浪衫架啦 还有有一条是未干的毛巾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的家呢 应该差不多啦 和大家介绍完呢 就可以上天台 在门口外面就是我们的鞋柜啦 和chopper出街的车的 然后呢 另外的这一边呢 就放了一些在天台用的cushion 那跟着一些宵夜食啊 野餐的工具啊 好了 chopper最喜欢呢 就是在这里玩啦 这里就放了一张可以六个人坐的桌子啦 我们平时可能是宵夜食啊 或者是上来吃一下早餐啊 然后chill一下的时候呢 都会和朋友在这里的 有一张梳法 和一个的鞋柱呢 刚才的cushion就是在这里用的啦 那但是平时呢 因为比较潮湿啊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用的时候才放上来的 后面就当然大家不会陌生的啦 我的小龙场 唉 这一段时间真的很惨啊 我被一些虫呢 咬到全部的西兰花那些叶呢 都是烂了 那所以你看到我终于开始落网呢 就是里面有一个成长的西兰花 那其他的呢 应该大家都见过的啦 好了 终于真的拍了room tour了 前前后后呢 我们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呢 是finally 有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版本呢 慢慢慢慢的进度呢 去到现在呢 是接近完成的啦 这里可以给到一个空间 我做到平时市区做不到的东西啦 我都没试过呢 人生是可以一天捕一百条虫啦 你问他就知道的啦 我真的一路面不改容 捉啊捉啊捉啊捉呢 完全没有了感觉 这样捉虫呢 我都觉得这个 蜕变是很神奇的 那希望大家 都会觉得 原来小岛的生活啦 小岛住的空间 是可以这样啦 是啦 好了 差不多要完了我们 对了 要走了 对了 知道了 要下班啦 希望大家喜欢看今次的Room Tour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不要那么激动啦 拜拜 下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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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最开心了吧